如果你是PC 玩家當然你對Gear 上很有研究 但如果你是主機向多小小的玩家來說 面對著一大堆自己不熟又一隻小劍的牌子真是頗頭痕 所以越來越多不同的牌子都嘗試推出一些跟電競相關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Console 玩家非常熟的Sony 今次我會跟大家試一試Sony 推出的Insome M9 又看看今次Sony 為大家帶來一隻怎樣的螢幕吧 Sony 的電視大家都懂 不過去到螢幕大家就比較少留意 特別是一些大中向又或者走電競方面的螢幕 如果你有留意外國的開箱頻道 你可能聽過今次會跟大家開箱的Sony Insome M9 它亦是第一款由Sony 方面推出的電競螢幕 主要賣點當然就是它不同的設計 它有27吋、4K、144更新率 一個獨特設計支架 當然還有針對PS5 的特別功能 除了Insome M9 他們今年亦推出了一個相對入門的M3 為大家提供一個1080p 240Hz 的體驗 今次我開箱跟大家試的M9 就創意了三邊雜邊的簡潔設計 背後亦都有一排長型的散意筒 講到電競螢幕當然有不同的燈顏色給大家設計 插孔方面提供了一個Display Port 兩個HDMI 2.1 Display Port 方面就做到4K 144 而HDMI 方面就最高做到4K 12Hz 的更新率 然後還有Type-C 一個USB Type-B for Upstream 三個USB Type-A 當然還有一個3.5頭給大家做一個Audio Output 螢幕方面就是340 x 2160 144Hz 更新率的IPS 螢幕 12 x 8 一共96 個背光分區 令到光位更準確 加強光與影之間不同的深度 色彩方面亦都做到Display HDR 600 的認證 官方亦都表示它的色域覆蓋 做到超過95% DC IP 3 根據網上的資料 它的對比度亦都做到1277 比1 低至1毫秒GTG 的響應時間 亦都有G-Sync 防撕裂技術 及Support VRR 可變更新率 今次支架上用了一個三腳的設計 可以方便不同的電競損收或各種玩家不同的姿勢 支架底部就預料你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甚至乎打車的Keyboard 放進去都可以 支架方面亦都提供上下及不同角度可以讓你自己設定 不過它就無法扭左右 這個大家就留意了 講完外觀設計部分 我想都是時候去到大家關心的部分 我都知道我自己主力是玩Console 比較多 PC 方面多數都是用來做事或CAP 片剪片 如果有時候你跟我一樣都是熟Console 比較多的話 很多時候大家買螢幕都是看哪一隻特價 又或者哪隻保養場就會選哪一隻 今次的Insone M9 做多了很多方面玩家的功能 例如常見的準星、不同的刷新率、響應時間 玩家就可以跟自己需要去做選擇 響應它就有三個選擇給大家 當然響應時間越快它都有機會相對比較萌 這個位置你可能要取捨一下 其次大家玩不同遊戲時都會有各樣不同的氣氛 特別就是恐怖遊戲方面 這隻螢幕亦都有暗部景觀平衡系統 還有三個level 可以設定 令到遊戲中的黑色更有層次 PC Game 和 Console Game 其中一個最大的體驗分別 我要數Frame 數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 今次這隻螢幕可以做到4K 144 再加上反應速度高 對於玩家可能是玩射擊遊戲來說 這個就非常之好 而且配合它的色彩表現方面 如果你是玩一些可能視覺效果很強的遊戲 又或者是很黑用一些陰暗畫面來營造氣氛遊戲 這隻螢幕效果都會非常好 除了可以靠螢幕後面的5個方向設定鍵 你亦可以透過Insone Hub 設定 整件事就更方便 不過如果要數方便 我想大家玩 Console 都是貪他一樣東西 就是貪他一插即可玩到 今次Insone 系列亦有一個給PS5 的自動識別功能 PS5 經 HDMI 最高可以做到4K 64Hz 又或者是選擇高Frame 數模式 可以做到4K 48-120 的可變刷新率 透過Auto HDR Toon Mapping 就可以跟PS5 配合使用 當你一插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Fintone HDR 令到你可以體驗到更加鮮明的感受 除了打機之外 大家有時都會拿PS5 來看電影、Netflix 這隻螢幕亦有一個Auto-Gammered Picture Mode 針對著打機或者看電影有進一步的強化 如果你用 Sony 產品 特別在一些可能是PS5 Ready 的電視打開機 可能你都會喜歡它一種獨特的Tune式 不像韓國牌子那種很厲害的飽和度 但你看起來又會覺得舒服 金影和黑色部分亦有一定的層次 而這隻螢幕更會針對著你玩不同的遊戲 有一個獨特的Setup給你 令到你可以得到一個更獨特的享受 如果你跟我一樣空間有限 不可以幾隻螢幕一起放在桌面上Setup不同的東西 又或者你需要一隻螢幕搏不同的Input 這隻螢幕亦有KVM Mode 給你 可以將一套Mouse 一套Keyboard 駁到螢幕上 然後它就會透過檢查你用哪個Device 或Input 而幫你駁回Mouse 和Keyboard 到有關的Input 方便大家做事或日常使用 Sony Inzone M9 就是一部針對著遊戲而設的電競螢幕 除了在日常大家工作之外 它亦針對著PS5 玩家做了很多不同的設計 令到你如果是玩開Console 新接觸PC 又或者雙修的玩家都可以在最低setting的情況下做到最好的效果 而且大家都當PS5 是潮密 今次這隻螢幕的設計上亦都可以配合PS5 如果你是Sony Fancy 你都可以考慮一下 同場亦都有一部相對入門少少的Inzone M3 解像度方面就是1920x1080 240Hz 更新率 一樣有1毫秒GTG 回應時間 可變更新率技術等等 亦都有Display HDR 400 的認證 SRGB 99% 色彩空間覆蓋 以及支援10.7億色數 兼容G-Sync Compatible 以及HDMI 2 標準入面的VRR 這個位置大家都可以針對你的需要去留意一下 不過每次介紹Gear 都是這樣跟你說 除了聽我之外 記得去不同的Show Room 自己Feel一下它 看看螢幕是不是你喜歡的東西 又或者合不合用 到時才買都未遲吧 大家好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